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这么大规模的兵炉 是从哪儿开的 谁生产的 是不是还在生产 一定要抓住它 这就是你领导的 特别小组的核心任务 是 我们一直在追踪这条线索 开阳的张进尘 泰国的沙台 都是跟在后面 却被灭了口 现在几条线索 都集中在金小剑的身上 也就是谭金山 对 谭金山金小剑 随便你怎么叫 他是目前和这十二吨冰毒 最可能有关联的人 我必须要小心地 经营这条线索 而这条线索的核心 现在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我 是你 可不巧 我和他有交情 不是不巧 是很巧 公安部一直想抓大毒硝谭金山 他早年从四川去了云南 越境到了明北 机缘巧合地娶了军阀的女儿 成为一代毒硝 专门在云南和缅甸边境贩毒 这个谭金山和你是同乡 而且和你的父辈有交情 所以四年前 我就被部里抽出来 成为一个缉毒警察 所以三年前 我又被安排受卧底的训练 成为一名卧底 是 可后来传言 谭金山已经退出江湖 至少表面上的生意 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响 所以我又清闲了几年 只抓一些小马仔 但是我们的情报人员 一直怀疑他仍然地贩毒 为什么 毒品是个奇怪的东西 不管是吸毒的人 贩毒的人 还是我们抓毒的人 一旦和他战胜 就再也脱不开了 这是最近的几段性成果 水晶三号 你成功了 离成功还差点 但比一号的程度 要高百分之八十 快了 从我丁少华手里出来的兵 应该是光美的 金小姐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消息 这怎么货呢 大哥 安清呢 最近沾上毒品了 真的啊 这段时间我忙着工作 没注意 等我发现已经晚了 怪不得别人 但你回去跟江南说一声 以后不要再给安清提供毒品了 好 我查一查 我保证不会再让江南卖给他一颗毒品 放心吧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推测了 所以在取用卧底的时候 我确定了是你 现在 证实了我的推测 从他这里 我们肯定能找到突破口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强证 今天的局面 是我们一步一步辛苦经营了 可是我告诉你 他甚至当众叫出我爸的名字 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些怪物 没有告诉你这些 但是 第一 我们并不能十分肯定 他和你父亲的关系 第二 我需要你有真实的反应 金小姐非常的狡猾 如果你装 很可能瞒不过他 另外 你和你家庭早年间的情况 虽然他十分了解 但现在基本已经没有什么用法 你们家搬走以后 完全失去了跟家乡的联系 就算他调查你 你也是安全的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你最后一个故事 关于恩情 你印象中的金小姐 是你父亲告诉我 有情有义 几十年前的他 可能是这样的 尽管我本身很怀疑 但今天的金小姐 绝不是你想象中一样的 要不是您要我早扔了 关系那么好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没什么东西 没什么东西 没用了 是更有用了 更有用了 太巧了 一切都太巧了 巧不好吗 不好 非常的不好啊 这辈子 我最怕的就是巧合 我只相信 争取了的东西 天上掉下来的 我从来不敢接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人家不乐意回去了 回去的好 回去的好啊 如果他要是不回去 这么巧的事情 我怎么敢接啊 他要是不回去 我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金远 你怀疑他是卧底 他现在主动回去了 倒是有点意思了 我我有点糊涂了 那么 咱们该怎么办呢 是啊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我给你讲个故事 当年金小杰刚到缅甸的时候 穷困潦倒 一次在街头 碰了几个小流氓 调戏一个姑娘 他挺身而出 被这些流氓拿着勉刀 从街头追到了街尾 眼看性命不好 可谁知道那个姑娘 是大军阀陆佳的女儿 陆佳的卫队及时赶到 救了金小杰一命 从此以后 陆佳把金小杰当儿子一样看待 最后还把女儿嫁给了 我知道这些 后来陆佳在军阀派系的斗争中被杀 妻子几年前病逝了 金小杰这一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陆佳 对妻子马丹也不错 很敢伤个家族故事啊 想听真实版本 就像我跟你说的 没有巧合 从来没有那么多巧合和浪子 从最初的街头英雄救美 那几个流氓就是金小杰安排的 为的是寻找着靠山 他找到靠山以后 就开始涉足毒品生物 可他没有想到 他的岳父陆佳最痛恨的就是毒品 因为他的亲弟弟就死于西毒 所以他不但没有给金小杰武装上的支持 还严令金小杰远离毒品 所以金小杰勾结了陆佳的对手 杀了陆佳 他的妻子马丹一直不知道这些 而且一直在苦苦相劝金小杰远离毒品 甚至以此相威胁 金小杰答应了他 可是后来 他发现金小杰一直在偷偷的贩毒 而且他也知道了自己父亲的死因 所以他的妻子马丹 自伤 是 金小杰所有的资料 都在你手中的当案道理 今天的金小杰 已经不是当年的谭金山了 你看完这些资料 就会真正了解到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我再等你的回答 好 我回缅甸 叶女儿 喂 星天宇同志你好 我是尹山 我代表金赌局感谢你 谢谢 有了你的参与 火种行动 现在开始 不要再给安清白粉了 不要了 不要了 不是你跟我说让我给他白粉吗 还说这是丁上华的唯一弱点 可以控制丁上华 嗯 够了 他已经上瘾了 丁上华也知道是你给的白粉 嗯 而且不要轻易接触这个女人 得丁上华造成点压力是必要的 但是不要过分 明白 小华 嗯 我说你就别去了吧 戒毒所晚上也不接待探视 你想办法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他 他在戒毒所 你去了不太好吧 他在戒毒所吗 他在戒毒吗 他在戒毒 他在戒毒 我不能够惯你 我就是想他 我就是想他 你 你 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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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爸爸 爸爸 你让我 我这屁股都害你 放我出去吧 我小子 你让我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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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子 放我出去 我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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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爱我的了 我好痛 我小子 我小子 李宗 怎么了 阿姨 我好害怕 来 坐下 来 没事的 阿姨在这儿吗 是不是 没事没事 啊 一言啊 哥比阿姨好像病了 明天你可以去看看她 好不好 嗯 阿姨现在陪你睡 好不好 走吧 好不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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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艙 我尽快地回缅甸 你现在不能回去 为什么 等金小贤来请你 可我走的时候明确地表示 是我自己愿意回来开修车铺 金小贤这个人生性多疑 别人给的他从来不要 他自己想要的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会得到 你就留在修车铺 不要跟他有任何联系 等他来找你 爸爸 雅安 爸爸 爸爸 对妈阿姨病了 我能去看她吗 当然可以了 你看你这衣服脏了 不能穿这个去吧 换衣服去 好 安清好像吸毒 现在可能正在接毒 吸毒 我也觉得 隔壁有些怪怪的 可就不知道怪在哪 不用着急 对 我们还在这儿住呢 迟早快知道 一人想去看安清 你看到吗 你跟着一块去 行 来 嫂子 来 嫂子 来 进来 阿姨在吗 在啊 她是不是病了 对呀 生病了 你能去看看她吗 自己去 她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 来 嫂子 来 嫂子 进去 走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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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病了 阿姨病了 您得了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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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心里面的病 为什么 因为阿姨害怕 阿姨和我一样了 对呀 阿姨 您为什么害怕 因为阿姨 做了不好的事情 不 阿姨对我好 您是好人 阿姨 我想帮您 怎么帮您 就像你帮我一样帮阿 这样你就不害怕了 嫂子 来 喝茶 你别客气 我坐一会儿就走了 没事 小心烫啊 你们没打算要个孩子吗 你们没打算要个孩子吗 你们不是也没孩子吗 我们有依然啊 依然也不是你亲生的 对吗 嫂子 依我看你们这一家呢 不太像一家子 都像临时拼凑起来的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呀 我给你开玩笑呢 嫂子 你喝水 你现在 在草地上 走啊 走啊 那么大的草原 好像 好像 永远都走不到边一样 现在 你慢慢的躺下 把膝盖拳起来 用你的双手抱住 呼吸 呼吸 你觉得 好安全 好平静 感觉 感觉 很踏实 那么单纯 感觉 自己像个婴儿一样 好平静 好平静 老板 车打不着了 打不着 先放这儿吧 咱明天来起 好 好 天空 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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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怎么了 刚刚送修了一辆摩托车 非常蹊跷 钥匙下面连接了一个点火器 确定撞有个小型答案 如果你现在拧钥匙拿过 会怎么样 怎么样 会爆炸 我们现在怎么办 说了就来了 好 你不用想了 我知道他们的目的 我就顺着他的路子走下去 你等等 我们现在不知道的火事 你可能会有危险 你放心 他们不会炸死我 因为他炸死我没用 你先别着急 你再仔细看一看 你估计一下会有多大火事 不行 晚了他们会有怀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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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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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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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医院 不能抽烟 没没 可可力 都是抽烟惹的祸 还超 你们医院啊 就是规矩多 对 你把这个吊瓶的速度调快点 整天憋着 我都快疯了 妹妹 你就不能让我抽个烟 这是医院 不能抽烟 有人战场呢 有人战场呢 我上次跟你说让你把你那个小电眼修车铺烧了我是开玩笑的 你怎么真 真少啊 你那么少拿我开心 我们的卧底 今天就要去缅甸跟金小姐见面 成了 行动已经开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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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